11月3号 香港医院管理局召开记者会 公布首例香港肾脏配对捐赠手术正式完成 两名受赠者于今年6月完成配对 8月进行移植手术 并于今年中秋节前出院 香港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综合临床服务李立叶表示 此次手术成功解决了捐赠人血型以及组织类型不吻合等问题 为病人提供另一种选择 令两组原本医学上不配合的捐赠双方均可接受合适的器官 今天来说我们都是一个很高兴和兴奋的日子 因为我们刚刚有一对的肾脏配对交叉的移植成功进行了 背景就是说其实现时合资格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 很多时候都是受限于可能捐赠者的血型 和他们的组织类型不符而不能够去接受这个捐赠的 我们就希望能够借着这个配对的捐赠 可以能够给到病人多一个机会 李立叶表示 现在约有2300位患者等候肾脏移植 而目前的肾脏移植计划受疫情影响 加之民众尚未适应新的器官移植理念等问题 使得该计划进展缓慢 我的数据上都想说现在我们大约有2300个病人是等候肾脏的 而我们平均等候时间是54个月 我相信这个数据是整体的 我们都看到现在我想有两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就是说我们这个是一个很暂身的理念 所以一般的市民要少少时间去适应 我们都希望借着这次成功的例子 今次的新闻的发布能够提升这个文化 第二个困难当然我认为是过往这两年的疫情 这两年的疫情其实令到有些事情 我们未必能够可以全速这样推行 我相信其实这个配对池 我们认为在这个例子和随着的时间一定会有所增加 而下一次可以能够有一个成功的配对的时间一定会缩短 据悉香港医院管理局在2018年起推行肾脏配对捐赠先导计划 让正轮后换肾各自家属不稳和捐赠的两个家庭进行交叉换肾 这是先导计划推出三年多以来首宗成功完成交叉捐赠的案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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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